路過轉角工程施工突然從馬路冒出噴泉 外手左右橫一閃躲 原來是挖破自來水管 水柱狂噴兩層都高 附近店家瞬間停水 完全做不成生意 堵住了 客人應該就不會過來 車停的人不動去買東西 包管事件發生在台南新營區 店家整天生意做不成 甚至連附近道路都塞爆了 影片PO上網 在電網友留言自嘲 這是喝不完的水 免費洗車的時候到了 也質疑是沒有查好地下管線圖嗎 煙瓶路準備塞爆 有啊 都全部都不能過啊 就在27號下午3點半自來水管挖破 直到晚上9點才休耗 停水氣個半小時 但就算休耗了打開水龍頭 流出來的也是渾濁 黃泥水根本不能用 那是因為動發電信的一個施工 不慎來挖給人公司的管子 中華電信施工挖破自來水管線 造成交通大把劫 也害夫妻店家生意做不成 損失恐怕只能自行吸收超無奈 既有賴慣章網輸紅台南報導